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远处看就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树木 这一片大湖有着清澈的湖水 湖的旁边还有一座建筑物 也就是以前的台塘留下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大门上有着代表台塘办公室的标记 办公室的内部虽然凌乱 但有着悠久的历史 湖边也有个历史久远的甘蔗炉 目前只剩下炉底的构造 为了要了解大水池的成因 于是我们拜访了村里的里长与居民 你知不知道那个里面那个台塘那一间叫做古迹 知道吗 什么叫古迹 知道什么叫古迹 叫古迹 叫什么 要一百年 一百年 要满一百年才叫古迹 知道吗 所以中华城市差不多十年左右了 那是82年 开挖了 但是去讲中华我还没当里长 内容我不了解 但是那时候开挖的 挖了以后然后就没什么 动 没有动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社区 这样子 我怎么不要动 因为他把泥沙挖走以后 工程就停下来 他们里面有一些错误复杂的问题 我们小孩子都不知道 我连我都不知道 所以没办法回答你 有关那个中华城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啦 只是知道大概十几年前 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要做一个商场 后来应该是景气不好 那个出钱的公司可能 就这样子 钱资金出问题吧 所以他台坛的地好像有 我如果没有据说有23公顷左右吧 结果他从中间突然有一个大洞 应该要盖建筑物 那是因为资金问题 所以他做到一半停了 那个洞就是你现在看到 久了下雨 然后积水变成一个湖 所以他是一个人工湖 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施工过程所留下来的一个洞 还好他整个周围都有围棋啦 不然其实他还是蛮危险的一个地方啦 那大概始末就是这样子 我还知道如果以你的看法 你觉得那块地 现在如果要利用的话 要怎么会比较理想这样 其实土地的利用当然见仁见智啦 如果以商业开发 那当然是对地方的繁荣是一件好事 那相对应该有很多人觉得说 啊来做个既然这样子 这么久没有弄它 他也是一个 算是有一个生态区的 他本来就有大面积 又有植物 那现在刚好又有水 那这当然是做一个生态序啦 那以地方的 的一个意见 或是说以一个学校的意见 当然如果可以 尽力去把它推整一个生态园区 那可能会是比较环保 甚至可能经济价值 会高于其他的经济活动 那是我的一个想法啦 所以说不一定爱 蓋商城排到一个房子 那如果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公园 那应该也可以带动 物件的发展 因为蓋商城也有人会来 得力的也是只有那个商城 或者是在他旁边 可以当店面的人 如果以经济效率 讲比较现实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以一个公园 说我不要听 不然我们自己也有小朋友 我们不要说 钱的问题 经济效率 就直接去那边走 会怎么晃一晃 运运动也好 而且公园医力 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嘛 那当然这方面 我个人是会比较赞成 所以把它保留这样子 当然政府要花钱啦 要去费用啦 不然现在只能在市房 现在真的只能在市房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可以做什么生态石 这个问题说 要把本来台港这块地 把它当成什么生态石 因为我本身也算是这边的居民而已 也没有特别专业说 这个生态石应该要把它 弄成什么样的 特别的 是不是有一个主题 但是倒是 大家都有一个 比较好的 一个印象 就是说 在纽约有一个中央公园 它面积很大 就在纽约市的中心 那本身就是一个 城市的废 那我们这边 大概也希望把它做成一个 比较大型的公园 至于那个生态里面 那个池子里面 应该怎么去做一个 比较适当的主题 应该是有其他的 规划的专家 那我们也期望说 各位 小小的记者 把这些资料汇整以后 做一个完整资料 那以后 大家都共同 为这边提供一些意见 那大概就是我的想法 是什么 您希望就在年纪以后改成成什么 学校 尚学 因为可以站 人类 让我们大家等什么 我希望你会开个体育餐 體育館 學過這樣就可以 有很多人在練運動 蓋體育館 因為體育館 可以辦很多活動 而且房地又比較大 蓋遊樂園 因為 別人就可以不用跑那麼遠去玩 福利東京 因為 如果蓋福利東京的話 就有很多人去那裡買 然後比較便利 希望蓋著 電腦長 因為 這樣買東西可以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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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